快點齁,我希望你把這東西寫上去 首先呢,同學我告訴你齁 這個會跟你國中的經驗齁 產生連結 請問你,國中有沒有看過 Y等於3s加2這個東西? 有!有看過 這個東西我們稱為 叫做直線的方層次 來,寫一下齁 這個東西,這是直線的方層次 國中有學過 跟著我一起寫 不會害臉 這個叫方層次 它的圖形是直線 首先 這是它的代數表達式 那從幾何的角度來看 它的圖形是直線 請問同學齁 你們國中的時候,你怎麼知道 這個圖形它是直線 你們是怎麼做的? 帶兩點進去 好不好,帶那個 應該是 不只兩點,應該是描很多點 對,沒有錯 來,同學我們現在齁 仿照國中的做法 我們給這個方層次 對吧,我們現在要把它滿足 這個等號條件的這個四值 的所有的點,SY 把它描出來 我們會發現它的圖形是一個什麼 第一個直線 所以我現在防照你們國中的做法 你們國中怎麼做呢? 你們國中畫圖 是不是有這個表格 X跟Y對不對 然後同學你在畫圖的時候 你要慎選你的點嘛 比如說我們最長的是先找X等於多少 0 來,比如說 同學你看齁 X等於0 請問你,它的Y座標是多少 2 很好 來,那接下來我們如果找X等於1 當然你說老師為什麼不找0.5 我們當然是找那些數字比較簡單的來算嘛 如果X找1的話 Y座標是多少 5 沒有錯 來,我再多找一個 如果是2的話 2帶進去是多少 8 OK 然後 如果我找X1 比如說我找到4個點 來 X1帶進去 這是多少 1 X1 X1 X1帶進去 X3加2 是X1 好 那現在喔 同學你仔細聽齁 你們國中在畫圖應該是這樣畫吧 我們先把這個直角做比較平面齁 先把它畫出來 好啦,把心靜下來齁 OK OK 其實同學我告訴你一件事情齁 來,他通過0.2對不對 0.2在哪裡? 0.2在這裡 這一個點 來,叫做0 到0.2 然後他會通過1多少 15對不對 15的話應該是在 12345 抓一個大概的位置 在這邊 因為在國中的階段齁 你們其實已經了解齁 他最後畫出來的圖形齁 是一條直線 所以我現在取兩個點就好 來 結果呢 我們把尺拿出來 把這兩個點 好,把它連起來 對不對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找出 他所對應的圖形 他所對應的圖形是一條直線 這樣可以嗎? 這樣 OK嗎? 好 好 然後現在這邊齁 我講一件事情齁 方程式 還有他的圖形之間 是一體兩面 什麼叫一體兩面 在這裡有沒有同學 小時候學過音樂 我跟你講 這個代數表達式齁 這個方程式 就好像 音樂裡面的什麼 那個叫做樂譜 你知道嗎? 知道 知道嘛對不對? 好 然後這個幾何表達方式 就好像是什麼 就好像是音樂本身 如果在座有同學 他小時候 對音樂齁 有蠻深的造詣 大概可以理解我在講什麼 我覺得譜跟音樂 其實他們在講同一件事情 只是譜它是怎麼樣 把音樂 畫成文字 把它紀錄下來 對吧 那你如果透過樂器 看到譜 是不是就可以把這個音樂 拿出來 所以我簡單這樣講齁 其實代數跟幾何齁 這個東西 這個方程式 跟他的圖形 他們在講同一件事情 只是用不同方式來呈現 他們在表現彼此 你聽懂嗎? 看到他 就會想到他 看到他 就會想到他 你懂這個感覺對不對? 這樣可以嗎? 好 那我們今天的課程 要來談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國中你學過Y等於3S加2 這樣子的一個概念對不對? 好 我現在告訴你喔 這種直線的方程式 當他寫成這個型態的時候 他有自己的名字 他認為叫什麼是呢? 他稱為叫斜截刺 來跟著我一起寫 把他寫上去 斜截刺 來跟著我一起寫 斜截刺 這邊我們要慢慢教 因為這邊其實跟你往後的學習 有很明顯的關係 所以我要慢慢講齁 有沒有人要猜猜看嗎? 同學這個斜截刺 這個斜代表是什麼東西 非常好 來把斜圈起來 這個斜他在講什麼東西呢? 他在講這條直線的斜率 好 我今天會把這個東西講清楚喔 而且我只講一遍齁 好 好 再來 有沒有同學知道這個斜是什麼東西? 如果你有先看課本 大概會知道這個斜是什麼概念 對 來 這個斜我們稱為叫 極具 我們今天會把這兩個概念齁 就是把它說明清楚 尤其是這個極具 你在國中沒有學過 這樣 OK齁 好 我現在把這個方程式齁 重新再寫一遍 它叫做誰呢? 叫做 y 等於 3x 再怎麼樣 再加2 來 所有導演看這邊喔 我跟你講一件很重要很神奇的事情 當你把一條直線寫成 y 等於什麼x 再加上什麼的時候 那個x前面的這一個數字 來 這個數字你把它裝起來 這個數字就是這條直線的什麼東西? 就是這條直線的斜率 就是代表它的傾斜程度 來 請你跟著我一起寫 我要教你這件事情 那我現在可不可以問同學一件事情喔 我都以為邪律是3是什麼字? 邪律是3 這一條直線的邪律是3 這代表什麼意思? 欸 邪律等於3 它的意思就是代表說 欸 講一個故事給你聽啊 我們每次都講同樣的故事嘛 就是說有一個人叫Q仔 然後它由左向右 注意喔 我們每次在走的時候 有規定方向 由左向右 走 走多遠? 走一單位 或者我們講走一公尺 好 由左向右走一公尺 斜律是3 代表它會怎麼樣? 高度會怎麼樣? 高度會上升 斜律是正的對不對? 高度會上升幾公尺? 3公尺 如果斜律是-2 代表它的高度會下降3公尺 你懂那個感覺對不對? 所以這個S前面的係數 其實在告訴你這條直線 它的傾斜程度 當然你會想說 老師為什麼你可以看得出來 它的傾斜程度是3 為什麼? 欸 我可不可以問你喔 為什麼S前面的係數 代表它的邪律? 很簡單 說人靠這邊 來 同學我問你喔 它從0變化到1的時候 請問你它的S座標增加幾單位? 1單位 然後我問你 它的Y座標從2變成5 請問你它的Y座標增加幾單位? 對 增加3單位 對不對? 你的S座標增加1的時候 你的Y是不是跳3個單位? 對不對? 然後你看喔 它從1變成2的時候 它的S座標是不是增加1單位? 它往前1公尺 然後你注意到 它的高度從5公尺變成幾公尺? 變成8公尺 一樣是加上幾公尺? 一樣是加上3公尺的 你從它的圖形喔 或者從這個表格 你就很明顯的發現一件事情 來 請看這邊 我這裡畫一個直角三角形 畫給你看喔 來 請看到這裡 這個直角三角形 你馬上就看出來 請問你 當它前進1公尺的時候 對吧? 加1 往前1公尺 它的高度提升幾公尺? 3公尺喔 所以請問你這個是不是就是斜率? 沒有錯 可以嗎? 主要在講什麼? 所以從這邊 我要跟同學講一件很重要的事喔 什麼很重要的事情呢? 以後只要給你一條直線 這一條直線只要你能寫成y 等於什麼x 再加上什麼 那個x前面的東西 就稱為它的 斜率 好不好? 現在已經跟你國中學的東西 完全接軌喔 這樣聽懂嗎? 這個國中有學過對不對? 只是你國中的時候不知道 這個加回叫做斜率 我現在告訴你 x每增加1 它的高度就會上升3公尺 對不對? 這個就是代表它的傾斜程度 這樣有聽到嗎? 這樣可以喔 那這邊會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喔 來這裡寫一個t 你們在國中的時候 一條性有時候會寫成這樣 比如說 2x-3倍的y 再加上5會等於0 請問你國中有沒有看過一條線 可以整理成這個樣子的? 有還是沒有? 有 有對不對? 對啦!直線也可以寫成這樣對不對? 來! 那我們的學生一定要知道喔 他的寫率是多少 你要在很短的時間之內去判斷 這一條直線的傾斜程度 來!我等你喔!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來了來了來了 很基本的能力 請問你這個應該怎麼做? 這不要背 有些學生他去背公式 背什麼口訣 這什麼都不用 你只要想一件事情 一條直線你只要把它寫成什麼樣子 就可以看出斜率 寫成這個樣子阿 y等於什麼x再加上什麼 x前面的係數就是斜率對不對? 所以現在我們要做一件事情喔 我們要做什麼事情? 你把這個-3y把它怎麼樣? 你們不知道我現在要做什麼事嗎? 對!把這個-3y把它移過去 你知道為什麼要移過去嗎? 移過去之後它會變成多少? 它會變成3y會等於2x再怎麼樣? 再加5 我等你喔! 這樣可以嗎? 對不對? 先把它移過去 你知道為什麼我要移過去嗎? 接下來我兩邊要同時怎麼樣? y的係數必須是1耶 所以兩邊同除以多少? 3阿! 兩邊同除以3 所以y就可以寫成多少? 3分之2的x 再加上多少? 再加上3分之5 對不對? 這樣有聽懂嗎? 那這個時候同學你就可以告訴我 請問這一條直線的斜率是多少? 就3分之2 這樣會嗎? 斜率就是3分之2 這樣會嗎? 來! 寫起來喔! 我跟你說這很重要喔! 這科是驚的一科喔! 這是基本功! 好! 每個學生都要會 好! 給你一條直線 因為如果他有斜率的話 你要在很短的時間之內 把他的斜率找出來 不要用背的 你只要稍微整理一下 把他寫成這個型態 就可以看出他的斜率 這樣可以嗎? 好! 沒有問題喔! 有沒有問題? 沒有! 沒有問題的話 我要進入今天的另外一個重點 但是這個重點在課本的第88頁 來!同學接下來請你翻開你的課本 到88頁的地方 來!往後面翻 我要先來講這個名字 翻到88頁 88頁我們要來介紹一個很重要的名詞 這堂課我要把它講清楚 叫做結句喔! 那關於這個結句 我需要同學畫圖 來!同學你把這個圖 找個空白的地方把它畫上去 我等一下仔細的來解釋 什麼叫做結句 來!這個圖不要畫得太小喔! 你要畫大一點喔!好不好! 你的空間應該還蠻大的對不對? 好! 這裡有一條直線 直線一般來講我們用L來表示 這樣可以嗎? 這一條直線喔! 它跟A軸剛好有一個焦點 這一個焦點 它的座標 我現在令它叫做A 0 斗點0 這樣可以嗎? 然後它跟Y軸也剛好有一個焦點 跟Y軸的這個焦點 我令它叫做0 斗點多少? B 好不好! 好!那什麼叫做X結句喔? 來!同學你看喔! 這個A在數學上 這一個A喔! 在數學上我們就稱為叫什麼東西? 叫做S結句 好!注意喔! 這個A我們稱為叫S結句 講白一點 來!什麼叫S結句 我把它寫清楚喔! 就是這一個圖形 這一條直線 這一個圖形 與X軸 焦點 的什麼東西? A的S結句 我需要你寫在課本空白的地方 好!我等你喔! 這堂課我要讓你把這觀念整個建立起來 這國中沒有學過 所謂的S結句 它指的是這個圖形跟S軸的焦點 如果它有焦點的話 焦點的S結句 這個A就稱為叫S結句 那同學你知道啊!有S結句 就會有什麼結句? 同樣的概念嘛! 我們可以解釋 對!來! 這個0B喔! 來!這個V 叫做什麼東西 你知道嗎? 這個V在數學上我們稱為叫做 Y結句 來!寫上去齁! Y 結句 OK! 那所謂的Y結句就是什麼? 來!一樣把它定義寫一下 徒形 與 Y軸 與Y軸 寫到下面來好了 來焦點 這什麼東西? 這什麼東西? 的 外座標 OK!來! 我等你喔! 喔! 慢慢來喔! 熟了嗎? 我們現在介紹結句的概念喔! 介紹結句的概念 可以嗎? 可不可以? 可以喔! 如果可以的話 所有同學看我這邊 你看我 我現在要寫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我希望你把它寫上去 這裡寫一個Key 來! 結句怎麼樣? 結句非句 你知道什麼叫做結句非句嗎?